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庄子 真正的刚人早就戒掉了这个情绪 否则只会伤害到自己 一起来听 人永远是这样 别人扶了你一把 也许你很快就忘记 别人踩了你一脚 也许你会永远记在心中 我们记住了别人的缺点和错误 别人慢带我们的地方 于是便耿耿于怀 越看这个人越满身缺点 越看这个人越不可理喻 而别人恰恰是一面镜子 我们对他凝眉瞪眼 镜子反射回来的也是凝眉瞪眼 于是我们都互相看不顺眼了 原谅和怨恨是一念之差 心中装满怨恨 最终伤害的只有自己 一怨恨别人多傻 真正的强者 早就把自己人生的所有怨气 都变成了有趣的笑话 逍遥的人生 就是把向自己走来的抱怨和恐惧 统统变成笑话的过程 庄子在《泽阳》片中 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处世和蛮世两个小国争夺国土 长期战争不断 不光是两国士兵伤亡惨重 百姓也是民不聊生 这两个国家如此最心于扩张 势力一定很强大 非也 庄子告诉我们 这两个国家一个在蜗牛的左脊脚上 另一个在右脊脚上 令人啼笑皆非 庄子言 事与身者其天机浅 一个人的欲望太多 就会丧吃更多的智慧和悟性 事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在世 谁也留不住时间 在短暂又宝贵的人生中 不管我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快乐的心态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在钻牛角尖 心胸就会变得更狭窄 生活也会被太多的执念所困扰 快乐也就与他无缘了 庄子所提倡的逍遥 正是要求我们把自己 放在一个更大的格局里面 将目光放长远 很多困扰我们的小矛盾 也就不是个事了 在生活中 难免都会有不小心 也会有误会摩擦 当别人无意冒犯了你 你去怨恨他 看起来是正常的事情 其实是很不理智的行为 你生气你怨恨 对于伤害你的人 并不能带来什么伤害 对于自己 可能让自己陷入悲伤 也会伤害自己身体 生活中有很多 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人 何必在一个伤害自己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呢 所以生气怨恨 是世界上最傻的事情 二 怨恨别人 最终会伤害自己 当我们在怨恨别人的时候 并不是惩罚别人 而是在伤害自己 怨恨如同一种慢性毒药 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失去了阳光 逐渐蚕食我们内心的快乐 占据了我们内心 你可以选择怨恨 但是与此同时 你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阴霾 在这个世上 会有人无视你 误解你 欺骗你 要懂得好好爱自己 放下过去的伤痛 重新开始生活 原谅别人 也是在解脱自己 很久以前 有一个女子 总是做着奇怪的梦境 在梦里 有一座黑房子 里面关了很多人 房门上有一把生锈的铁锁 她们哀求着 尖叫着 女子每天都会做这个梦 时间久了 就产生了凶闷的毛病 看了很多医生 都没有办法 直到有一天 她遇到了一位 神通广大的禅师 禅师赠给她一把金钥匙 并且叮嘱她 如果下次再做这个梦 就用这把钥匙打开铁锁 把房子里的人都放出来 当她再次重复 这个梦境的时候 她仔细看了 房子里面关的那些人 好像都是曾经伤害过她的人 她将手中的金钥匙收起 放弃了打开锁 她想要让那些人 接受惩罚 承受痛苦 就这样又过了半年 她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她再次去找禅师 禅师摇了摇头 在锁没有嗅死之前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打开它 不然永远都会痛苦下去 这次 女子终于鼓起勇气 打开了铁锁 那些人争相走了出来 最后 她看见一个瘦弱的女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竟然是自己 这时候黑房子也倒了 阳光倾泻进来 她的病终于好了 这座黑房子囚禁的 不仅仅是别人 还有她自己 当她愿意打开新房 内心就会被阳光包围 黑暗和痛苦也不复存在了 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故事中的女子 你的怨念 对别人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最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的心 计较和怨恨是一座牢 宽容是唯一的钥匙 你计较什么 就被什么困扰 怨恨什么 就被什么禁锢 三 心量大 才能成就大境界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 在厅堂前的低洼处倒一杯水 那么小小的草剑 也能像虫儿一样 畅游其中 但如果换成杯子 就承载不了 人生也是如此 境界更大的人 心怀汪洋大海 自是千帆进度 百科蒸柳 而境界小的人 心胸就像是亭前的小水蛙 连一只小小的茶杯都容不下 你的格局决定了心量 人的烦恼 往往是因为心灵世界不够富足 越近人是沧桑 看尽是非恩怨 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不过是做好自己而已 如果你的心里有星辰大海 你还会因为别人比你 多拥有一粒芝麻而难受吗 怨恨是一种失态 是一种陋习 怨恨是一种混乱 一种相互不理解的记恨心 怨恨像暴雨 蒙蔽你的人生 坏掉你身心健康 怨恨又像一把刺刀 会划伤你和它 怨恨就像毒蛇 折磨和扭曲一个人的心智和价值观 怨恨是一种风度 是一种修养 怨恨是一种溶剂 一种相互理解的润滑油 怨恨像一把伞 它会帮助你在雨中前行 怨恨像一个盾 回遮一切不良好与不利的 怨恨像神丹 治疗你的身心 提高人生的价值 怨恨是一种愤怒的情绪 就是自己服了毒药 却希望别人死掉 非常不平衡的心态 怨恨是由怨生恨 怨气过多就会生长成恨 恨带来天灾人祸 是是非非 一切的痛苦 原谅是一种忍让的情绪 就是自己服了甘露药 却不希望别人死掉 是平衡的心态 原谅是由生包容心 原谅就会生长成慈悲 原谅带来人天福报 避免是非 自我放松 真正的强者 早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怨气 都变成了有趣的笑话 逍遥的人生 就是把向自己走来的抱怨和恐惧 统统变成笑话的过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小叔's 开心 开心 开心